台中市建案林立 根据实价登陆资料 预售屋年涨幅高达百分之三十一 晚一年买预售屋 平均要多花三百万元 而包括新竹 共七大都会区 预售屋平均总价全面突破千万元 对此行政院加重打炒房力道 拍板平均地权条例修正草案 炒作最高法五千万元 在新法上路前 市场上已经掀起抛售潮 因为看看平均地权条例的五大修法重点 重罚炒作行为 只要对价格或秩序进行炒作 都能按交易户数处罚一百万元到五千万元 还能连续处罚 另外限制换约转售 除了配偶直系或二等亲内旁系血清 不得让与货转售第三人 还将建立检举奖金制度 增订司法人购买住宅用房屋许可制 最后是预售屋买卖契约 解约三十天内得申报登陆 否则将处罚三到十五万元 乱世用重点学者和业者 对于政府跨部会打炒房管制加盐 乐见其成 但对于过热房事 是否有效降温 还得持续观察 新新闻 曹卫生刘威廷采访报道